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与众多穷人的接触中 他发现 自己和穷人的焦虑其实非常类似 区别只是穷人缺钱 他缺时间 给穷人一笔钱 很快他又会恢复原状 时间也是如此 把他一天的时间延长到三个小时 他的事依然做不完 只会拖延更长的时间 穷困之人会一直缺钱 忙碌之人永远缺时间 在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稀缺心态 而这正是造成一切稀缺的根源 穆莱纳森教授在史证研究中发现 贫穷和忙碌并不是简单的因为缺少金钱和时间 而是一种心态和能力的匮乏 举例来说 肖恩是一位白领 他正因财务状况的清皇不接而苦恼 几份账单还等着他去还 信用卡又刷爆了 好不容易等到发工资 没想到一下子就花了个金光 缺钱的日子着实不好过 而且从短期来看 这种处境也不会有所改变 可怕的是 为了还清过去欠下的债务 他还要搭上了越来越多的钱 持还的账单还要付上质纳金 信用卡透支要付上更高的利息 肖恩深陷于债务泥潭中无力自拔 如果给他提供理财建议 无分是不要再借贷 节约开支 能省则省 尽快还清以前欠下的债务 最终 在没有新债务的情况下 他的财务状况才会出现好转 但是 肖恩之所以会陷入财务危机 正是因为做不到节约开支 现在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改变多年习惯呢? 没有 所以他永远感觉手头截拘 有永远都还不完的账单 这样的人在生活里也大有人在 稀缺 摆脱稀缺的焦虑 自控力下降 进一步的稀缺 形成了一个更加缺钱或缺时间的恶性循环 为什么会如此呢? 二战期间有一个略显残忍的实验 研究者招募了36名身体健康的男性志愿者 让他们一起生活在集体宿舍里 研究人员每天都会送来食物 但是食物的量逐渐减少 直到仅够他们维持生命 又不会对健康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实验过程中 志愿者的臀部脂肪会大大减少 到后来 坐着都会感觉到疼痛 不得不垫上坐垫 有的人还出现了水肿 他们越来越有气无力 缺乏耐性 饥饿不仅让他们的身体变得虚弱 也让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有人开始迷上看菜谱和餐厅的菜单 有人会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研究报纸上水果蔬菜的价格 还有人梦想着开餐厅 开启一番新视野 在看电影时 只有与食物有关的情节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人们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食物上 而所有这些关于食物的执着 只能进一步加剧饥饿带来的痛苦 其中一位志愿者后来回忆说 其实身体上的不适并没有那么严重 真正令人无法忍受的 是在实验过程中 食物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 成了人生的中心和唯一 而如果食物成了唯一 那么生活就会变得十分无趣 这个实验就生动体现了稀缺 是如何控制我们的大脑的 所谓稀缺就是拥有少于需要的感觉 就像那些饿肚子的人 热夜想念着食物一样 当我们经历任何一种形式的稀缺时 都会对稀缺的事物全神贯注 对于饥饿的人来说 他们关注食物 对于忙碌的人来说 他们关注时间 越关注越做不完 对于缺钱的人来说 他们关注财物漏洞 并且不断地创造新的漏洞 对于缺爱的人来说 他们情感上始终有一个空洞 怎么填都填不满 当我们为了解决眼下的难题 而极度专注时 就无法有效地规划未来 这样一来 向前看的能力 就有可能逐渐丧失 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管窥效应 通过一根管子看东西 管子以外的东西是看不见的 对于某种资源的稀缺 同样会造就心理上的管窥效应 让你过分去追逐那个资源 而失去整体而长远的判断 工作的截止日期马上就要到了 你的报告也不得不交了 最后关头你使出全身解数 通宵答弹 你发现其中一个参考资料找不到出处 也没有时间去找了 只好就这样交给了老板 下一周你又有了新的工作任务 而老板也终于发现你上周的报告中 有一处缺少重要标注 你的工作一下变成了两项 既要补上周的漏洞 也要做现有的工作 就像打地鼠游戏一样 让人忙得透不过气 在金钱上也是如此 缺钱的人会在短期之内 找到能凑合的解决办法 轮胎漏气了 透过缺钱的管子看过去 找一个便宜的汽车维修站补胎 最省钱最省市 但也许轮胎磨损较多 很快又有新的补丁 当下的权益之际 未来需要付出更多代价 处于稀缺状态下 我们的认知和行为控制力 也会跟着下降 有一项研究是针对甘蔗农的 甘蔗采收之后不能久放 需要运到工厂进行洗榨和取枝 但是工厂的生产量有限 所以甘蔗的采收期很长 有的地方甚至一年四季都能采收 这就造成了 每一家人种植甘蔗的周期 是不一样的 测试他们的行动控制力 处在尚未收获状态的人 响应速度比已经收获的人 慢了11% 对比他们在收获前后的 消费行为发现 78%的甘蔗农 在收获前一个月 去当铺当过东西 他们在支付日常开销时 遇到了资金紧张的难题 对此 穆莱纳森教授指出 避免落入稀缺陷阱的唯一方法 就是要拥有余闲 尤其是要建立起应对突发事件的缓冲机制 这需要在资源充裕时进行 如果你能预期到自己在时间上的稀缺 那么就应在日程安排上 留出富裕的空间 或者推掉不必要的事物 如果是金钱上的稀缺 那么就应储存一份存款 以备不时之需 就算你手头没有那么阔绰 也要尽量储蓄 改变心态 是逃离稀缺陷阱的唯一希望 当顺风顺水时 多积了一点余闲 不管是钱还是时间或者爱 都会让我们拥有富足心态 更理性从容地做选择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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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